我們繼續跟嚴正人教授來談 嚴正人教授川普在 宣布他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講了一段話他說 以色列是一個主權國家 有權像其他主權國家一樣 決定自己的首都 承認這是一個事實 是實現和平的必要條件 我也 想到說 他之前 有很明確的關於台灣 或一個中國的說法 當然 乍看之下 都會覺得這本來就是一個事實 比如要承認 台灣是一個國家承認 以色列首都在耶路撒冷 但是 這裡面都是有非常 複雜微妙的 國際關係的情況在 他這樣子做 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然後 對於 現在大家所承認的一些國際上面 微妙的一些現實的問題 他是不願意考慮呢 還是覺得 他可以用別的方法來突破 目前大家想的 這些比較用舊的方法來處理事情的方式 我覺得美國人可能就像我們台灣看新聞一樣 他們會認為說 哎呀這個新聞會炒一陣子 炒完之後呢 慢慢就會 那你要讓這個 你要讓這個發 我們講說 發疹子一樣 讓他發一下 包括這個不僅是激進的阿拉伯社會 包括溫和的阿拉伯國家 包括約旦 包括沙烏地 跟美國關係不錯的 可能都必須要先做個表態 甚至是埃及 我們看到這個 PANS下個月還要去訪問嘛 這個月12月還要去訪問 那都不會好像改 可是你要求這些國家 完全能夠不做一些抗爭 抗議也不可能 而且他們抗議的程度 一定要到達一個地步 是讓他們國內的激進分子 覺得說你不是美國的傀儡 我們看到在包括埃及 他還是有他的這個穆斯林兄弟會 在沙烏地也有激進的 蓋達組織的成員 所以我認為說 這些國家可能會對美國說 那你再提出任何的 這個中東和平的議程 我們沒辦法來endorse 來為你背書了 因為你今天先燒掉了 燒斷了這個橋 就是這個最基本的先決條件 你把它給否決掉了以後 那怎麼能夠談和平 我們看到從卡特總統 這個大維營的協議 之後到這個1990年代 克林頓總統之間的 戴頓協議到奧斯洛的協議 大概已經慢慢都建立了 兩國論的一個規模 最重要的是小布希總統 夠保守了吧 可是他都認為說 兩國論就是解決 這個他講的road map 這個地圖就解決中東和平 以色以牙衝突 最重要的這個地圖了 那大家都願意 而且大部分的以色列很多的民眾 包括支持工黨的 這些都是贊成說要有一個處理方式 而不是一昧的就是用威權來對抗 跟這個巴勒斯坦對抗 認為說以色列如果要換取最永久的和平 一定要accommodate 要來接納巴勒斯坦 在這個巴勒斯坦人 在巴勒斯坦地 就是這個迦南地 這個地方有它的一個主權的所在 那我覺得這個是已經 大部分的猶太人都已經有這樣的認知 你今天美國用自己的角度 或者我們說這些 這個散居在世界各地的 你又不住在以色列 你幫他那邊一直強調這個東西 但是真正受到威脅的可能是以色列 你覺得川普這樣做 是不是已經表示說 他不會再做two-state solution 就是兩國論的方式來做和平方案 我覺得他自己也講過 上次在白宮接待那趟Yahoo的時候 他也講說兩國論 他不覺得這個是一個一定不能改掉的東西 所以假使他今天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是討了美國國內基本教育派 這個基督教基本教育派 跟猶太人遊說團體的一個歡欣 但是對世界的和平 對美國在領導中東和平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是上手的角色 所以包括不只是中東的國家 包括法國 包括歐洲國家也都認為 甚至教宗都講話了 都認為說教宗不在乎 天主教基督教的發源地耶路撒冷 當然在乎 但他也很務實地看到說 你今天這個是在製造分端 而不是在創造和平嗎 不過川普他沒有就是全部百分之百做 他說了我承認這是以色列的首都 但是大使館還要暫時半年之內不會簽過去啊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有什麼樣的意義 就是做一半或者是說 有沒有可能大使館永遠不會簽過去 用這個方式來 反正我已經做到了前面的 後面的我就慢慢的在拖著做 我覺得他是有可能這麼做的 就是但是會有人不斷的在他半年時間到了 提醒他這件事情 當然現實上面他可能到時候是做不了 就是說第一個你要簽過去 那那邊還要幫你提供一個場 就像你看我們在台灣一個AIT 搞一搞的好幾年對不對 他可以說我評估以後 現在找不到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 安全是很重要的事情 夠重要 美國人一個大使館 我們不要講說台北的AIT 或者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一個大使館 我自己在非洲我去看 美國人在非洲大使館 在Liberia這樣一個很落後的國家吧 他的大使館封人家的接的 就是怕因為要有我們講的眾生嘛 那今天耶路撒冷這樣的一個古城 你有什麼眾生可言 所以他可以到最後用安全的考量 來說哎呦沒辦法來找到一塊合適的地方 但是我們真的就是承認 這個應該是這裡 理論上來講你把這個大使館牌子 掛到耶路撒冷的領事館 也就成立就翻過去了 但是這個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 對 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今天他只是這樣子做 那你領事館層級的安全 跟大使館層級的安全是不一樣的